有一个加拿大的网红 那他当然他不是一般的网红 他是一个加拿大的1570万粉丝的 超级科技主播 叫做Linus 那他是到台湾参加Computex 2024 就是黄仁勋啊 他们苏之峰啊 他们参加的那个年会 就这个年会现在变得很重要了 全世界的科技业的 很厉害的人都会去 那他因为是全球影响力最强的科技网红吧 对至少是很多媒体这样说 所以说他也来参加这个年会 然后他参加这个年会呢 他就做了一个影片 这类影片现在在全世界蛮流行的 就是以各种方式测试这个国家人民的风土人情 类似于说明明不是一个那样的人 但他装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来测试这个国家的人们 比如说他对陌生人有不友善呀 然后他遇到一些别人的不幸 是不是会伸手帮忙啊 类似于就是人性测试 人性街头测试的那样一种行为 那他呢就在台湾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算是测试吧 那他测试的内容呢 就是说他装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科技小白 然后随机的走进台湾光华数位商场的一个店铺 那就是不做任何的调查 就这么随机的走进去 然后不给出任何就是能够显出他的科技学识的那种要求 就是他的要求只有一个 就是我预算5000美元 就是台币大概好像17万左右 那然后说就要一台 就是超棒的赞报的电脑 然后也没有任何多余的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都不提 不问这个店主的背景 不问这个店铺的资历 就是保修多久 有什么样的guarantee 什么样的这个保证 全部都没有 什么都不要 然后爽快的就付款 然后三天就能提货 然后呢就把这个电脑开箱给他的1570万的粉丝看 说你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你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因为你是在一个完全无知的情形下 随机的走进一个台湾的店铺 那然后你又装成了一个科技小白 什么都不懂 也就是属于那种 就带宰肥羊 就是其实它是装成了一个带宰肥羊的样子 对吧 那然后最终得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他拿回酒店就开箱 然后开箱的结果就是 不单完完全全没有被坑 就是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 这个预算里边 非常非常顶级的配置 就是在这个真材实料上面 远远超出他本人的期待 那关键是说他的这个做工 因为他是组装电脑嘛 他的这个做工非常非常的用心 什么走线之类的 就是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漂亮 然后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成品 那他在这个手工艺上面 他是非常非常赞赏的 店主呢还在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LINE这个主播 那问这个主播用起来感想如何 因为在这个店主心中这是一个纯小白 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你要如果去看那个影片底下的评价的话 很多人都说 其实主播演小白演得蛮像的 他真的有演出那个小白的感觉 就是说店主无论问什么 他都说随便 他都说我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 你随便 就是完完全全的演出了一个小白的样子 所以才会在半夜两点半问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是有一种担忧吧 就是觉得你 你真的能把这个东西用好吗 就是你确定吗 你啥也不懂 知道吧 就是你啥也不懂 就花了五千美元 弄了一个这么高的预算的东西 就是你OK吗 就是这个东西你会用吗 我觉得 就是可能我觉得店主应该会有点担忧 说你这东西你会用吗 主播就吐槽说 那你也不要两点半的时候来朝我 但是主播也说 就是应该 就是他如果真的相信他是个小白的话 那小白也会 就刚花了五千美元 那肯定还会马上就来试用了 那然后结果主播那肯定没有 因为主播是一个很厉害的主播嘛 所以主播就回他说还没有 因为对主播来说 这个没有那么兴奋吧 就是主播本来还蛮希望自己被人认出来的 因为他真的很厉害嘛 他真的是一个超大的一个主播 所以说 整个这个过程中店主真的没有认出来 就是其实你只要看那个影片 店主和主播的互动 你就能感觉出来店主真的没认出来 他是谁 所以就是有好多老外 说他一定是认出来了 他要是没有认出来主播的话 怎么会给一个随随便便的客人 就提供这么好的服务 做工这么好 做出来这么棒 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就说到说 他就是没有认出来 但是这就是台湾人就是很厉害的地方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你能想到就是外国人他的那一种惊讶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随随便便的 一个普通的客户 一个小白的客户 都能在台湾得到这种程度的服务吧 总之呢就是你仔细去看店主和主播的互动 店主是真的没有认出来他是谁 那所以说主播离开的时候还觉得有点 我感觉主播有点失落 就是觉得没有被认出来 主播还说会不会他是装的 就是装的没有认出来 其实没有 其实你仔细看影片的话 就是熟悉台湾人 或者熟悉这个台湾文化的人 能感觉得出来他真的没有认出来 因为如果店主认出来的话 店主一定不会那么自在 就他不会那么自然的 就是哈哈哈哈呀就嘻嘻哈哈呀 那种很随意的互动 主播有个说到 店主的英文也超乎想象的棒 就是因为主播他也知道 台湾人的语言不是英文嘛 所以他本来很忧虑 说他能不能够把这个话传达出去 但是结果完全没有任何障碍 店主的英文说的一流 这个影片出来之前 这个店主发的 就是他真的完全没有意识到 那是那么厉害的一个主播 他就说有天店门口来了个同乡 为什么是同乡 是不是这一位 店主也是加拿大国籍 就不知道 他说看到开放水冷的展示机后 相谈甚欢 最后补了一句 这个让我的电脑超棒吧 就直接刷卡 相信我们的水冷系统 都能够满足您对于性能和可靠性的需求 快来找 这个爱诺优数位 恰询打造你心目中最独特的电脑 他就是认为这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来自 国外的一个客人 他就给人家认认真真打造了一个电脑 他没有想到对方是一个千万级的主播 全球最厉害的科技网红主播 这是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事情 虽然说我不是懂电脑的人 但是我至少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漂亮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电脑 主播他是打算好要把这个电脑送出去 那因为他不可能把这个搬回加拿大了 所以他里面还写说 就是给会计一封信 说我在台湾买了一个PC电脑 然后我就把它送人了 对然后你看你怎么做账吧 对这样子 其实那就是影片成本吧 那他就设定说他就拿着这个电脑下楼 然后碰到的第一个能够把它认出来的人 就把这个电脑送给他 然后结果呢在楼下就碰见了一个国中生 那个国中生真的就把它认出来了 就是我这里写的是高中生 其实是国中生 之前媒体有误报 是个国中生 而且那个国中生也超可爱 震惊到不可置信 就问主播说这是真的吗 英文也超棒 他的英文在震惊中的英文也非常非常地道 就那个英文很明显不是你在课堂上学出来的 应该是就是他 因为他也能认得出来主播嘛 他就应该经常看英文内容 那是那种自然状态下学会的英文 很厉害 就所以我就说台湾人是我碰见过最国际化 最有好奇心的认权 他真的就是搬着电脑到楼下 真的就能碰见一个国中生 就把它认出来 而且英文又那么棒 有中国人就提及深圳的华强北 那其实这位主播还真的去过中国 在深圳的华强北拍过影片 具体内容我没有看 因为我对于深圳华强北不是很有兴趣 但是有中国朋友就在我这个推文底下提到说 其实在那个影片中 这位主播被坑了大概20%的溢价 就作为老外 有被宰了20% 在中国当然也有很好的店家 我相信是有的 但是你可能必须要去到处去打厅 做很多的调查 你才能够找到那一家靠谱的店家 那如果你完全随机的去碰的话 这种概率我个人觉得是不高 那在台湾就还比较容易遇到吧 但比如说有人说华强北的话 看情况碰到这种5000美元的大客户 有的还是会很热情 那我就回答说重要的不是热情 而是不坑人 对小白客户还做到不互弄超用心 这个真的很难得 有人就提到说台湾有自由的媒体 那万一乱载客 对方爆料就完了 而且很多商业区都有自治委员会 那就是会处理这些相关的案件 也就说白了 就是因为台湾有自由的媒体的批评 那你如果像深圳华强北一样 宰老外主播宰了20%的话 那就把这个名声给毁了嘛 那所以说大家都会去谴责 会去批评 那资质委员会也会来处理这种事情 这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它能够让好的店主 好的企业浮上来 然后让不守规矩的糟糕的 宰客的企业下去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其实正相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其实经常是一个 劣币驱逐良币的国家 就是说你越是不守规矩 你越是乱来 你才能爬上去 然后你越守规矩 你到最后反倒会死掉 这就是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制造出来的这个商业的秩序 这个商业的秩序和规则 它能够让这样优秀的店家 这样有热情的店家 它能够不单是能够生存 而且它能生存的很好 你可以想象就这家店 得到了这个千万主播的这个推广之后 应该是不愁生意了 有人说他听过一个中国老人的话 一个地方赚不了钱才会骗来骗去 其实是这样的 在中国你不逃税就赚不了钱 对吧 那然后就是你为了赚钱 你就突破各种底线 就是你逃税 然后你欺骗客人 你各种乱来 对 那其实那是因为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按照规则赚不了钱 如果按照规则能够赚钱 而且赚得很舒服 既有良心又有钱的话 那其实大部分人 他还是喜欢赚干干净净的钱嘛 那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赚不了干干净净的钱 你总要脏的 然后结果人就越来越脏了 就是他突破那个界限之后 他就越来越脏 说一般的台湾店家都不会坑人 即使碰到外国人也一样价钱 对 这是我在台湾旅游的时候 就是我的口音 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中国人嘛 这个是遮掩不起来的 就是我在台湾随便走到哪里 人家都认得出来是中国人 一一说话就人家就知道 没有碰到过宰客的情形 这有中国推友提到的 这位主播去过一次华强北 那次装机起码被宰了20%的溢价 那当然推特这边 主要以反共中国人为主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觉得华强北那边 对 就有人说国内生人宰一半 熟人大满贯 我在台湾买东西 跟我在加拿大买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我预设大家都不会宰我 而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 就是你首先要预设 对方可能要坑你 就你那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是每个商家都坑人 那当然不是 但是基本上因为坑人的太多 所以你就会预设大家都要坑你 那然后因为台湾也好 加拿大也好 大家都不坑人 所以说你就预设大家都不坑你 那偶尔碰到一个坑你的 你还会很震惊 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台湾店主是真的没有认出主播 被有人讯息轰炸之后 才知道自己的店火了 发文嘛 说半夜快两点 被手机提示音轰炸 想说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的天 原来之前遇到的老乡这么大位 这个蛮好笑的 就是他在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骚扰主播让主播还有点就是抱怨 说你为什么要凌晨两点半问我 用电脑的感想 结果呢 这个台湾的这位店主的朋友 就在凌晨两点钟去骚扰店主了 说还对他很抱歉的说没有认出他 这个也蛮台湾的 就是说就是还要感到抱歉 所以这就是我说以台湾文化来讲 就是如果这个店主真的认出主播的话 是不会装作不认识的 就是台湾人一定就是很很嗨 就是如果不那样子反应的话 台湾人都会觉得有一点点失礼 对 所以他会去跟人家道歉 就是说你那么厉害的主播 我都没有认出你来 很抱歉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那个店主真的有认出主播的话 他那个反应一定不会是那样轻松自在的 他一定会就是很很很明显的表现出来说 啊你是很厉害的主播 我多么的荣幸啊 这样就是碰见你太幸运了 就大概一定会 台湾人的话一定会是那种反应才对 才是台湾人的感觉 他还说看了影片也非常感谢 他认同我对商品的规矛程度 就是他的对他的手工艺的认同 管路就是要整整齐齐 他发的这篇文下面啊 还有台湾人过去留言说 感谢店家认真专业的态度 让全世界的大家对台湾有好印象 这家先记起来了 台湾人会在这种互动之后 就是以各种方式是互相感谢来感谢去 抱歉来抱歉去 然后来延续这一段缘分吧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 这就是台湾的那位国中生 他收到礼物之后 就是很兴奋嘛 那然后他就还去影片中留言说 那是我谢谢你 那是碰见你实在是太好了 有人留言说这个台湾媒体有报这个事情 那这个店主说他真的是不认识主播 然后有好多人就在这边问说 那到底是哪家店 然后我还帮忙去贴了那个店主的脸书专页 我现在真的是蛮怀疑说 说不定会有蛮多加拿大人或者是欧美人 慕名跑到台湾去定制组装电脑吧 因为价差真的蛮大的应该 这位主播就说到说 那个价格优惠程度吧 真的是蛮蛮惊艳的 这一位网友就说到说 就是那个国中生说 对我来说真是太幸运了 仅仅就因为他很高兴 碰见了主播 多么的可爱啊 因为就是那个主播送电脑给那个国中生的时候 他开头一句话说的是说 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在欧美在西方文化中 你说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大家都知道下半句一定是你要送我东西了 这个在欧美文化中百分之百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欧美人就会在那里等着他下句话 因为首先欧美人他喜欢给你一个surprise 然后给你一个surprise gift 他喜欢卖关子那种感觉 主播也好 就是或者说是你比如说你是朋友 或者是亲人 你都喜欢卖个关子 在欧美文化中 大家都预期 好了接下来一定是一个surprise gift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固有的一个流程的观念 所以说大家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断主播 就是大家知道了要送礼了嘛 但是这位国中生他不知道吗 他完全不知道吗 然后在他的这个台湾人的文化中 是没有这么一个开头的 就是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所以说他就很本能的就按照他自己的心理 他就把主播的话给打断了 这位国中生 这位台湾国中生就说 说对对对 我真的好幸运 我遇见你 说我遇见你本身 我就太幸运了 我超开心 我很幸运 这种的互动在欧美就不太可能 因为就像我说的 大家能预期的到你接下来要送礼嘛 大家能预期就是你开这个头就是要送礼物嘛 但是台湾的国中生他没有这个预期 而且他真的很开心碰见主播 而且就像我说的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 就比如说这一位主播吧 他虽然是一个超大的主播 他在欧美这边他也不会被很兴奋的接待 在台湾人的文化中 就是碰见一个这么厉害的 这个他所感兴趣的 他所喜欢的领域的 这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吧 你说是网红也好 主播也好 就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他的那个反应 是超出一般欧美的粉丝的 这个国中生的反应 他一定会比普通欧美粉丝的反应 更激烈 更可爱 所以说就是对外国人来讲 他首先就觉得说 就是我碰见你 我就已经太幸运了 就这种反应太可爱了 而且他不知道接下来是礼物 他不预期的到接下来是礼物 就是那个才是真正的surprise 知道吧 就是那个才是真正的surprise 就是因为就这一套说 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哦 那接下来就是礼物 这个太成套路了 他就已经没有那个surprise的感觉了 知道吧 就是在欧美太成套路 大家都知道下半句 你还哪来的surprise呀 但是反倒在台湾 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化中 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哦 就对方真的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这个才是真的surprise嘛 所以大家特别喜欢这一段 我就感觉好像所有 这个外国人留言中 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段 跟台湾国中生的 就两种不通的文化 两种不通的性格的人群的这种自然的互动 就特别特别棒 有人就特别提到说 这一位店主 是非常非常真诚的在选取这些零部件 尽管主播说了 说他啥也不知道 那就是向这位店主致敬 就是致以最高的敬意 说他做的太厉害了 他的工作做的太棒了 那获得了5000个赞 像这是这位应该是店主的留言 这位店主倒内了主播70台币 然后说再一次感谢兄弟 因为主播也还是挑出来一个小错误嘛 店主就说我下次做的时候 就会更正我的错误 就非常诚恳 说希望你在台湾过得愉快 那常常来 说非常爱你 所以这就是我说 就是你看这台湾人的性格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不要看他在网络上面也是说 Love you my man 就是你知道吗 爱你我的男人 就是你知道吗 他都不认识主播耶 就没有这次互动 他都不知道主播是谁耶 然后留言的时候还要写 Love you my man 就是爱你我的人 我的男人 爱你我的兄弟 就是在现实中台湾人也有这种风格 就是你让一个加拿大人这样子说话 加拿大人不会 不会 你不要以为老外就一定说很放得开 那你是美国人 老美会 就是这是老美干的 就是老美说 从从来没见过面的哥们 兄弟 爱你亲爱的 就是上来就这套 那是老美好吧 就是其实加拿大人 还有很多欧洲人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所以你看到台湾人写的东西 你就知道就是台湾人他在现实生活中 见到网红 他正常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就是另外一位外国的网友吧 说的说这个台湾的这个店主 对他的这个客户 真的是就是真正的国王 就是说他是真正的国王 就是可能是厉害吧 就是说他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他说他怀疑那个店主是认出主播了的 但是呢 仍然还是国王 就是他的这个工作本身做的太棒了 他指的应该这个所谓国王的意思 就是说他在这个领域中是国王的意思吧 东西做的太漂亮了 他特别提到说那个国中生也真的是 就是他的反应实在是无比珍贵的反应 国中生旁边的那个年轻女孩 那么的为他的这个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 或者是亲友感到高兴 也是特别特别的可爱 非常非常可爱 就那个女生也是 那个台湾女生 你妈回去看影片 那个台湾女生笑的特别特别开心 就笑的比那个男生还开心 因为那个男生 那个国中男生还觉得说 你说的是真的吗 这不是我在做梦吧 对 而就是那个女生就 他知道这肯定不是做梦吗 这肯定是真的吗 就他已经笑的就很开心了 这个网友就说 这是很长时间里 我在这个平台上看到过的最好的影片 这个是一个很至高的一个赞美了 因为他应该指的是在YouTube吧 应该说他是在YouTube上面 很长时间内看到过最好的影片之一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只是老外吧 就是人就是喜欢这种人和人之间的 真诚的互动 而且不建立在任何东西上面的 很自然发生的 真诚珍贵的这种互动 因为就像我说的 他是个人性测试嘛 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 小白 还是个老外 就没有做任何调查 你就能拿到这样的产品 这样的服务 然后你把它送给一个 国中生的粉丝的时候 对方的反应是那样的 就他身边人的反应是那样的 然后对还有一个后续特别好笑 就是主播就问国中生说 要不要我给你点钱 你好能打车回家呀 因为你不可能搬着这个东西回去 太远嘛 因为那个国中生骑着自行车嘛 然后国中生是请他妈妈来 把他领回去的 对 然后他妈妈来的时候呢 好像说了一句话 类似于说 就是希望你能够 就说把这份幸运用在更好的地方 就类似于可能是希望 这个男神好好学习的意思吧 就也特别可爱 就是所有关于这个故事的发展 都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 就特别台湾 这个也是还是说到 这个国中生的反应 实在是太 就是充满感 充满感谢 那非常可爱嘛 那然后也是另外一个网友说 这个店主是对一个随机的客人 是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的付出 那所以说呢 就是他的这个工作 就是如果是十分是满分的话 应该给他打十一分 因为他对一个非常随机的客人 那付出了百分之百 付出了全部 就可见呢 他是一个多么认真负责的 又同时热爱自己工作的一个人 有很多人会说 那很多YouTuber都做这样一种 类似于社会实验的 就是东西 那很多国家的人民 也都是真材实料的 就是不都像深圳滑翔北的一样 就是见到老外 宰个百分之二十 那但是呢 就是以我的感觉 就是就是很少有某个国家的人民 就所有相关这个事件的人民 包括网友 就不停的去延续这种互动 那你们看到没有 他会不停的去延续这种互动 对吧 就是店主回去留言 Love you my man 你知道吧 就非要让每个外国人都爱上台湾 他一定要这样做 而且每个人都带着这种热情和诚恳 和这种友善去延续这样的一个互动 延续这样的一个缘分 所以我说台湾人 人均国民外交家 真的 你们是人均国民外交官 你们是人均国民外交官 就是你们每个人都在以做国民外交的心态 在跟外国人互动 每个人都是这样 厉害 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正是因为台湾和台湾人这么的美好 所以我们才要去捍卫他 对不对 那因为就像我说的 就这样的一个老板 如果他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他有可能活不下去 他有可能混不下去 因为他有可能他不知道怎么跟官方互动 他不知道怎么送礼 知道吧 他自视自己很有才华 他有可能他不知道怎么送礼 他不知道怎么跟地方官互动 他不知道怎么讨好警察 不知道怎么跟那些税务的 消防的那些人去攀交情 去讨好 去卑躬屈膝的 去讨好人家 他可能这些东西他都不会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才华 对自己自身的受益 很有信心的一个人 他觉得说 我干嘛我要卑躬屈膝的 去讨好你们 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店 他有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样的国家 他是生存不下去的 他会被淘汰掉 那在台湾他就会活得很好 而且就是一息之间就出名了 一下子就出名了 而且很多人会慕名去他的店 他这个店可能就 从此之后就生意兴隆 他就能做得很棒 对吧 这个故事是只能发生在 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台湾 所以大家要努力的去捍卫他 是吧 好了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